昔日黑帮大哥的女儿被杀 所有疑点指向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另有隐情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金属票神秘盒 铁锤栓柱和大头是发小 三个孩子由于在还没有干透的水泥上写字 被两名自称是警察的恋童癖教训了一顿 最后还把最老实的孩子大头给带走了 大头被带走之后受尽了虐待 四天之后才逃了出来 回到家的大头从此像变了个人 沉默寡言待在家里再也不出门了 25年之后三个小伙伴分别都成了家 但彼此却也不怎么联系了 大头的生活很平静 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和儿子一起练球 但儿时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 铁锤的经历比较复杂 年轻的时候因为抢劫坐牢 还曾是流氓团伙的老大 最后因为他的前妻改型为政 前妻死了之后 铁锤带着自己的闺女炮灰没再婚了 跟现在的老婆龙套姐又生了两个女儿 铁锤目前是一家商店的老板 老婆孩子热炕头 小日子过得还是不错 铁锤的闺女炮灰妹 有一个叫狗盛的男朋友 两人约好第二天到拉斯维加斯法院 栓柱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警察 由于跟老婆闹矛盾 她老婆一怒之下离开了家 把栓柱愁得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 大头晚上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看到铁锤的闺女炮灰妹和两个闺蜜来到了酒吧 三位美女看上去挺高兴 连蹦带跳跟她吓胡闹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大头浑身是血的回到了家 把她老婆傻大姐吓了一跳 大头说自己遇上了抢劫的 在跟歹徒搏斗的时候受了点伤 后来由于情绪失控 自己很有可能把歹徒给杀了 转过天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说在某公园附近有一辆汽车 车里边没人 但是有很多的血迹 很快拴住和搭档酱油叔来到了现场 根据留在车里的驾驶证拴住得知 车主正是铁锤的闺女炮灰妹 由于一直担心大头昨晚上杀人的事 傻大姐翻遍了报纸也没看到大头说的关于抢劫的消息 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 尤其是听说昨晚上炮灰妹被人杀了 傻大姐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事会不会是自己的老公大头干的 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 很快在不远处找到了炮灰妹的尸体 得知消息的铁锤带人赶到了现场 铁锤的情绪非常激动 和警察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铁锤虽然有三个女儿 但这个大女儿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也是跟她感情最深的孩子 因此炮灰妹的惨死对铁锤的打击是相当沉重 铁锤说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选择 可能就会改变人的一生 当年如果是我而不是大头坐上了那辆车 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也就没有勇气去追求炮灰妹的妈咪 没有炮灰妹的出生 她也不会被杀害 拴柱和酱油叔通过炮灰妹的两个闺蜜 得知炮灰妹准备和狗盛到拉斯维亚斯开始新的生活 随后拴柱和酱油叔来到了狗盛家 狗盛生活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里 她老爸曾经是个劫匪 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她弟弟是个哑巴 跟狗盛的感情不错 狗盛深爱着炮灰妹 但铁锤对狗盛一家人非常的反感 极力反对炮灰妹和狗盛来往 经过询问和测谎仪的测试 可以证明炮灰妹并不是狗盛啥子 警方在调查酒吧的过程中 发现出事当晚 大头也曾经在酒吧里喝过酒 拴柱和酱油叔找大头询问 虽然没问出什么 但大头那只受伤的手被酱油叔看到了 转过天 酸柱又询问了大头的老婆傻大姐 虽然傻大姐怀疑大头杀了炮灰妹 但大头毕竟是自己的老公 他最终还是向酸柱撒了谎 警方经过弹道检验 发现杀害炮灰妹的那把枪 曾经在十几年前参与过一起抢劫 酸柱和酱油叔来到了那家当年被抢的商店 虽然当年那两个劫匪一直没有被抓住 但店老板很肯定的说 其中一个劫匪就是狗生的老爸 因为狗生的老爸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后来被老板给辞退 大头和他老婆傻大姐发生冲突 是在一个晚上 由于傻大姐一直怀疑是大头杀了炮灰妹 这让大头非常的恼火 但即便这样 他也不愿意说出那天晚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酱油叔一直对大头有怀疑 为了查清楚大头的情况 酱油叔擅自把大头的汽车给拖走 并在车里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血迹 但在审问大头的时候 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既然从大头身上找不出线索 酱柱和酱油叔开始根据那把枪顺藤木瓜 那把杀害炮灰妹的枪 十几年前曾被狗生的老爸用来抢劫 但那把枪现在在谁的手上不得而知 狗生的老爸是个惯犯 当年因为盗窃被抓之后 为了立功赎罪曾举报过铁锤 铁锤因此还坐了两名的大牢 铁锤出狱之后 马上就把狗生的老爸给干掉 这也是铁锤为什么那么讨厌狗生一家的原因 大头的老婆终于憋不住了 把案发那天晚上 大头浑身嗜血回家的情况告诉了铁锤 并明确告诉铁锤 他怀疑炮灰妹是大头杀的 栓柱和酱油叔再次询问狗生 打听他老爸当年用来抢劫的那把枪的情况 狗生说他老爸在他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 至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因此他基本上没什么印象 不过他们家每个月都会按时收到一笔500元的汇款 狗生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他老爸从外地汇过来 栓柱说杀害炮灰妹的枪 就是你老爸18年前用来抢劫的那把枪 你确定真的没有见过狗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带枪 接下来影片采取了交叉蒙太奇的表现手法 大头被铁锤等人骗到了酒馆 而狗生则回到家 在天花板上找到了一个枪套 原来他老爸18年前用来抢劫的那把枪 平时都藏在了天花板上面 这下狗生全明白了 手枪肯定是被他那个哑巴弟弟拿走 而栓柱和酱油叔也从当初报案的录音中听出了猫腻 狗生等哑巴弟弟和他那位损友回来之后 开始质问这俩熊孩子 果不其然的炮灰妹正是这俩熊孩子杀了 铁锤等人把大头带到河边 逼问大头为什么要杀炮灰妹 大头极力否认 终于说出了那天晚上他的经历 原来炮灰妹被杀的那天晚上 大头从酒馆出来遇到了一个恋童癖正在作案 大头小时候的经历 让他对恋童癖非常憎恶 他毫不犹豫的把恋童癖给杀了 由于害怕他一直不肯说出事情 听了大头的讲述 铁锤根本就不信 他最终残忍地把大头给杀了 而与此同时 栓柱和酱油叔也赶到了狗盛家 把那俩熊孩子给豁捉了 第二天那一早 栓柱找到了坐在街边的铁锤 把真相告诉了他 原来案发的那天 狗盛的弟弟小雅巴和他的损友拿着枪玩的时候 遇到了开车经过的炮灰妹 本来两个熊孩子只想吓吓炮灰妹 可没想到枪突然作火了 炮灰妹在逃跑的时候 俩熊孩子担心炮灰妹胡说 就把炮灰妹杀了 铁锤一听当时就蒙了 但大错已经铸成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栓柱还告诉了铁锤另外一个消息 那就是案发当晚 被大头杀死的那个恋童癖的尸体找到了 也就是说 大头被杀之前跟铁锤说的都是实话 影片的最后 跟栓柱冷战的老婆回到了栓柱的身边 铁锤一家子也很幸福 只有大头那个缺心眼的老婆傻大姐 一个人孤零零的 显得是那么的活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嘛 男人命运好不好 就看老婆怎么找 会去医生跟着跑